為了更有效和迅速地應對暴力不斷升級的社會事件 作為政務司司長 也都親自支持一個跨部門的行動小組 或者簡稱行動小組 統籌不同部門去監察、應變、善後和發放消息 澄清謠言等工作 以其所有迫切的工作得以充分協調 和獲得有效和迅速的跟進 全力支持和配合警方依法是止暴制亂 行動小組的工作包括盡快清理受堵塞的道路 是搶收受暴力破壞的公共設施 讓市民的日常生活可以盡快恢復正常 另外行動小組亦都跟進了一些主要的事故 例如行動小組的協調 以及民書處、路政處、基電工程處、建築處、消防處 食環處和警方等部門的通力合作之下 我們在很短的時間搶收和重開 因為受到嚴重暴力破壞 而一度需要關閉的紅磡海底隧道 政府也會繼續通過高層的領導加強部門的協作 密切關注示威事件的發展 以及作出迅速的應對 務求令社會組入回復正常運作 至於對網上信息的處理 政府新聞處和各部一直密切留意 當發現有未經證實的訊息、廣泛流傳 以及牽動社會負面的氣氛的時候 政府會盡快用不同的渠道澄清 以色彌類 政府新聞處也設立了一個專題的網頁 以及社交平台推出了 看真點、知多點的一分鐘短片系列 發放政府澄清和重要的訊息 我們同時以消息、看真點為主題的電視宣傳短片 以及在電台宣傳的聲帶 提醒市民要小心各類的訊息